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我会跟您讲一个新故事 这故事主人公的名字非常的有趣 也是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谢谢 谢谢在大城市里工作 机灵能干 领导很喜欢她 打拼了几年在大城市里总算站住了脚 对一个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女孩子 很不容易 现在外人看起来觉得 谢谢这生活真是让人羡慕 可是呢 其实谢谢自己心里也有自己的心事 这件事让她放不下心 我就是谢谢 感谢的谢 从初中毕业 我就一直生活在杭州这座城市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住在淳安乡下 经营渔场的妈妈 接来杭州 可是妈妈却是个倔脾气 怎么也不肯来 妈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不用一打电话就跟我说灰纯丸的事 我好像终于对工作呢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倒是您 您打算什么时候搬来杭州呀 哎呦 爸爸都去世那么多年了 您还打算一个人守着那个渔场 到什么时候啊 老师 像我知道 随着妈妈年纪的不断增大 我和妈妈的矛盾也日益激化 再加上最近妈妈因为过度劳累得了肝病 我们之间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 但是如果要让我放弃 为之奋斗了多年的体面工作 转而去经营一个乡下又脏又破的小一场 说实话 我真是心有不甘 可是妈妈的病眼看不能再脱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只能求助于李茂这个好朋友了 谢谢的目的就是为了早一点把乡下的妈妈接到大城市来 妈妈生活太辛苦 第一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第二经营着这个小渔场 在谢谢眼睛里这渔场又旧又破 现如今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很光鲜 所以她觉得这小渔场的确确实实 就算不上什么事业 妈妈呢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那谢谢呢就为了让妈妈接受自己的观念 离开这小渔村就找到了一个叫李茂的人 这李茂呢是谢谢大学同学 现在呢在一家公司上班 两个人比较知心嘛 所以呢谢也就觉得说 李茂可能比较了解我的观点 能不能替我给我妈做些工作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我妈去医院体检 医生说她肝脏那儿有一个很大的踪影 所以她让我马上回去 接管她的渔场 还给我安排了香气 让我第一时间驾回春安 好好经营服的渔场 可是我杭州的工作就不要了 像她一样一辈子呆在春安 怎么可能啊 而且就是她的那个顶 再春安以后得到最好的治疗 她怎么成那么宁呢 你当时说个话出个主意啊 哑了 本来吧我还是给你想了一招的 现在好了说我是哑吧 那不奉陪了 哎哎哎 咱们俩都这么多年交情了是不是 再说了 我知道你这场高 能帮我出于好能力 我现在谁都指望不了的 我只能指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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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多了 好了 你就这么给你妈妈说 你说啊 你在杭州已经有了稳定的男朋友 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你妈妈不可能让你放弃这边的家庭 回去进渔场 为了渔场 放弃女儿的终生幸福 会吗 然后 你再把她接到杭州来 一来呢 女儿的终生大事需要母亲的陪伴 二来啊 二来啊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给你妈妈治病了 就是给你妈妈治病了 然后 你再把渔场卖了 哎 可是我这突然之间上岚去搞了一个可以谈婚论家男朋友啊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假的还没有啊 花点钱一捞一大把 真的假的啊 临时演员 嗯 这主意好像是有点好 那是 低智商了你 嗯 你别打我的主意啊 我的出掌费老高了 不好意思 不奉陪了 拜拜 为了收复在秦安的妈妈 我最终还是采取了礼貌的方法 给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 没有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我的终身大事重要 还是他那个乡下的铺鱼场重要 可是由于时间匆忙 我找的这个男朋友 确实有点不大靠谱 你干嘛呀你 你忍者神规啊 我这是造型 造型你知道吗 我这样是根据人物的性格 我设计过的 人物 那你就好好揣摩一下你的人物 你就客串一下我男朋友 至于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吗 你俩吓着我妈呀 哦 我告诉你 你要是给我演砸了 一分钱我都不给你 啊对对对 我是该好好揣摩揣摩 你走不走 走走走走走 你都不要壶了 tech appar whether帅 哦你们家真大开 抚门啊 那有什么用 不还是农民房 妈 我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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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呢 妈 妈 妈 开门呢 你乱叫什么 就是啊 还没结婚了 藏户可不能乱北啊 妈 您上哪去了 要不要吃鱼啊 很新鲜的 刚从嘴里唠起来 您怎么又乱跑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休息什么呀 休息 现在不好好享受生活 难道要等到病入膏肓啊 呸呸呸 乱叫 阿姨 这鱼刚从水塘里捞上来的 对啊 真大 我帮你了 太重了 你就是我谢谢的男朋友 妈 这次我是想把您接回杭州 给您身体做一个全身检查 然后再回春安 把鱼场转让的手续给办了 您看我到结婚了 您总不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待在这儿吧 好 谢谢 我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也不回来帮我管理一下鱼场 反而让我把鱼场给卖了 哎 你知道 这个鱼场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你打扫在这儿玩水抓鱼 多开心啊 你是喝着千岛湖的水 吃着千岛湖的鱼长大的 怎么 长大了就忘本了 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那您不还是喝着前汤浆的水 吃着西湖的鱼长大的吗 怎么了 找了个纯安的男朋友 您就忘本了 一辈子不回杭州了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纯安男朋友 那是你爸 妈 哎 小伙子 来 过来 帮个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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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拿着 妈叫我过去 哎 你怎么不懂事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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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这豆鱼捞起来 就这个 没问题 哎 等一下 把衣服脱了 不要弄脏了 哎 对哦 来 阿姨 那您帮我拿着 好 这东西还挺沉的 哎 小心点 那鱼可是会掉的 好 哎 哎 妈 你怎么这么对的 我叔叔 哎 你不会游泳 到纯安来干嘛 不会游泳 到纯安来干嘛 这是我妈 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要考究起 这句话的出处 那就要从 我妈第一次来到纯安时 说起了 哎 那是我的妈妈 怎么常是人家的 说明还有人在榜上 可是我们不回去 真的就回不去了 这船谁的 哎 这小破船谁的呀 什么破船 谢武 这船是你的 谢武 他是我杭州大学同学 到船安来玩的 那个我们没赶上船 坐你这船行吗 哎 那我们回去多少钱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哎 你这人干嘛呀 这包手妈的从百货大楼给我买的 你赔 他跟我一模一样的呀 这船男人过几辈子没出过这儿吧 哎 哎 哎 你笨我什么事 你干嘛呀你 说不够我就让我包啊你 算什么本事啊 你有本事你自己下去捡啊 你 谢武 不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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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重庵干嘛 不游泳你到船安来干嘛 这话是二十六年前 谢谢的父亲谢武 第一次见到谢谢的妈妈 王思琳的时候说的话 啊 不会游泳你到我们来干嘛来 这话呢 听起来有点刺耳 但是 也由此开启了一段纯真的爱情 乡下的小伙子谢武跟城里的姑娘王思琳 啊 就这样相遇了 可是王思琳却对这个把他的书包扔进水里了 愣头惊谢武没有什么好感 那么 后来这对看起来的这个冤家是怎么样走到一起的 那王思琳为什么最终选择会留了下来呢 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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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就别难过了 新舞台就是这种人 可令人都知道 思琳 哎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包 思琳 思琳 真是对不起啊 让你来床儿玩 现在连包都没有了 哎呀 算了算了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哎不过啊 我说你们这小伙子脾气怎么都那么暴躁啊 动不动就摔别人的东西 好了好了 你消消气儿 来 喝点水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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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笑我人啊 你不回到我不开门啊 思琳别去 别去 Chelsea rib 小姐 小姐 �飞 对不起啊 让你钓到湖里了 我去给你找吹风机 你等一下啊 真不好意思啊 难得来丞安 就让你钓河里了 没没没没 没关系 我女儿出多少 什么多少 别走 你以为我老狐独看不灵青啊 我女儿出多少 我出双倍 大伙儿 你当着我的面 跟我女儿分手 这不合道上规矩 反正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等我女儿来了 就作废 反正 我是不会认你这个女婿的 我女儿搞不定 给不给钱还是个问题呢 我这儿 可是直接兑现的 妈 你把吹风机到哪儿了 在厕所的抽屉里 哎呀 是 他有五百 五百 哎呦 现在你们演员这么难婚啊 五百块钱 你就跟他保存案来了 那 一千 怎么怎么的 也得给两千呢 您看我又感冒了 对不对 那个精神损失费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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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五 一千五成吗 一千五 一一千二 我打个车吧 哎呀 你别再抽了 再抽就没了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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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吹一下 别感冒了 吹什么吹呀 我头发吹干了 身子吹干了 我的心呢 心 关你心什么事啊 你找个吹风机 你找那么长时间 你不会先让我洗个水澡 再给我换这身衣服呀 你怎么就那么不会关心人呢你 姐 不不不分手 你说什么呢 你 你这就给我分手 掉到湖里面了你就要给我分手 干嘛呢 男女叔叔不轻易动手动脚的 我告诉你啊 我感冲了 我感冲了 这个冲大一呢就当分手费 就这么定了 阿姨我走了啊 阿姨我走了啊 阿姨你你你 阿姨你怎么还笑呢 阿姨我说女儿啊 阿姨你什么眼神啊 阿姨为了这么点破事就要跟你分手 阿姨你还要嫁给她 阿姨你 阿姨你还让我跟你去杭州 阿姨你算了啊 阿姨你不是啊 阿姨你什么不是啊 阿姨你还是妈给你找的男朋友靠谱 阿姨我明天就给你介绍一个 阿姨你 ACH 阿姨我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 你还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赶快跟我说说 喂 喂 李茂 李茂 我在跟你打电话 你怎么打上呼噜了 看不几个瘦是你 我叫陈小春 跟香港的那个隐姓啊 是同名同姓的 我爸说了 给我取这个名字呢 是希望我有这个春天的气息 阳光一照 你是不是感觉到 我很有春天的气息啊 好春天啊 当然了 你们家是开小渔场的 我们家呢也是开渔场的 我打算啊 咱们俩结婚以后呢 就把两个渔场合一块 然后呢 就搞一个水上迪斯尼乐园 把所有的过山车 海盗船 全部都搞到千岛湖里来 太好玩了 你想想都好 你觉得好不好玩 可以吧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有点纠结 就是你嘛 所有的朋友都是杭州人 不过呢 我想过了 你就不要紧 到时候啊 就把你所有的朋友 请到春安来玩 我请他们吃 请他们住 请他们玩 谢谢你啊 你不要说谢谢 你说谢谢 我总觉得好像很奇怪一样 因为你的名字叫谢谢 我看这样吧 以后我们改掉 改成英文 Thank you 这样多好听 谢谢 哇 这么大声 还谢谢别人 你怎么来了 快 下来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这么来了 你好 听 你是我们家 谢谢杭州的朋友 你们家谢谢 我介绍一下 我是他男朋友 你不要乱讲好吧 我不就刚跟你相了个亲 什么时候你变成我男朋友了 走去我家了 不要走 你不要跟来了好吧 那我们到底怎样 什么怎么样 你 被out了 out out那我知道 out 你要不要笑那么久啊 这就是你妈给你介绍的对象 我倒是觉得 她对你特配 你看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她叫陈小春 那你去硬钱了 大老员跑过来 就问了给我抬杠是不是 我可不敢啊 我这不是怕你搞不定你吗 到时候 公司怎么办 我的报表 谁来负责 你的嘴里 就不能往后涂点象牙 不好意思 人嘴里啊 还真吐不出象牙 您要听好听的对吧 得 那我先走了 行了行了 那你说吧 你打算怎么解救我 我设计的这个角色啊 还只能够我来完成 妈 我们下下的泥巴路 可进不起你们城里的车 一遍一遍的压 妈 谢谢啊 这又是谁啊 她 阿姨好 我是谢谢杭州的男朋友 又来一个男朋友 你知道吗 昨天我们家谢谢 带回来一个男朋友 看来我的女儿 是脚踏好几条船啊 阿姨 你们家谢谢啊 还真没这个胆子 脚踏好几条船 倒是这个脾气嘛 爆了一点 不过这次听说您病了 非得让我第一时间陪她来存 我觉得我特应该来 但是呢 手上工作没忙完 跟她说要晚一天 结果好了 生气了 花钱在外面租了一个 阿姨 您别生气 谢谢啊 都被我给惯坏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么说 你是行货了 阿姨 您真幽默 我啊 还真是行货 行 跟我进屋吧 好 来 喝茶 谢谢 谢谢阿姨 你们慢慢聊 我先上楼了 啊 那您先行 你刚才说的话是想恶心死我吗 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你懂什么 这叫做演技派 你难怪 你混不进咱娱乐圈 呦 您还娱乐圈了呢 不过也是 比昨天来的那个跑龙套稍微强一点 那是 不是那金刚钻 你就别揽着慈禧活 不是实力派啊 您就别来骗咱妈 去 谁跟你咱妈 哎 我告诉你了 今天只是一个序曲 明天 你给我好好哄哄我妈 争取这两天就把他给哄回杭州 把这个鱼场给转了 他年纪已经大了 一个人弄这么大一个鱼场 没病都给累出病来 不过我倒是觉得 这一路上过来空气特别好 你也看到了 路上没有堵车 大城小街里啊 什么东西都有 也难怪你妈舍不得这儿 好什么好 我妈要是不是跟我爸结婚 也不会到这儿来 操劳了一辈子 再怎么说 杭州也比这儿好一点吧 我可警告你啊 你这儿还没打呢 就当了判斗 你不会也是被我妈收买了吧 喝什么 阿姨 阿姨 这么早 没你早 我是因为看着天气特别好 所以啊 没舍得睡懒觉 这么说 你挺喜欢丞安的了 是啊 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在杭州啊 我还真愿意来到丞安 我们家谢谢啊 就爱睡懒觉 既然我们起来了 那 咱俩聊聊 好啊 你跟我们家谢谢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啊认识很多年了 大学四年就在一起 毕业后又进了同一家公司 哦 那你对他很了解了 当然 自己女朋友 怎么会不了解呢 谢谢呢 嘴巴特别挑食 嗯 哎 你知道他最喜欢吃什么吗 他呀 最爱吃鱼 那他喜欢喝什么呢 他不喝咖啡 不喝酒 就爱喝茶 那他喜欢什么颜色 白色 红色 荷兰色 那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呀 他有风湿 变天的时候 关节会疼 而且吃不来辣 吃芒果啊 又会过敏 怕蜘蛛又怕蛇的 不敢看股片 那他的优点呢 够耿直 够义气 重感情 当然了 还有就是 漂亮 哎 你知道他有什么缺点吗 缺点啊 缺心眼这个人 嘴巴特别毒 而且呢 不饶人 干什么事情啊 都喜欢一条道走到黑 不干完啊 他还亲着不睡觉 哈哈哈哈 阿姨 您这是笑什么 哎呦 缺点比优点多那么多 你还愿意做他的男朋友啊 这个 哎 您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哭 什么时候会笑吗 他呀 失败的时候 尽绝不会哭 但是看到可怜的人 可怜的事 还真会伤心 笑嘛 人家讲笑话 他就一定会笑 而且看到亲戚朋友笑了 他笑得更加开心 哎 阿姨 您这是 好 早点回去吧 出发你有吃的 待会儿准备准备吧 待会儿吃饭的时候啊 我有话给你们说 我真没想到 李茂这个替补演员 竟然真的赢得了妈妈的信任 这也让这场困难重重的劝说 有了转机 母亲王思琳是有意要提出难题 考验李茂对女儿谢谢的感情 可是没想到 李茂对谢谢的好物是了如指掌 对答如流 谈吐之间 哎 要谢谢的妈妈觉得 小伙子不错 哎 还真是对我女儿很上心 所以呢 王思琳觉得 女儿遇到了 也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跟李茂谈了话之后 啊 这姑爷就得到了 未来丈母娘的认可了 所以这个王思琳呢 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妈这一大早要跟我们说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不管怎么样 等会儿 你就跟我妈说 说我们明年上半年 就打算结婚了 然后让她去跟我们搬到杭州去 哎呀 知道了 别忘了 妈 早啊 阿姨早 我来问你 妈 我们俩想跟您商量点事 啊 还是我先说吧 待会儿吃完早饭啊 你们俩 陪我出去一趟 去哪啊 李茂啊 哎 看来 你的确不像我们谢谢 花钱请来的 妈 您怎么又说这个 急什么急嘛 听我把话说完 我已经想好了 我决定啊 把这鱼肠卖了 啊 妈 这幸福来得也太快了 您怎么忽然想通了 不要着急嘛 听我把话说完 谢谢啊 看来这回你是真的要嫁到杭州去了 我再这么不舍得欲藏 毕竟我老了 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理了 比起让她越来越慌 还不如转给会经营的人去管理算了 妈 您终于想开了 本来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 我跟李茂去找了一中介公司 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啊 冲啊 不用了 接管的人手啊 我已经找到了 啊 这么快啊 那这人是谁啊 陈小春 啊 就是跟我相亲那个土大款 哎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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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反正我们的婚是结不了了 哎 但是该做的生意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啊 哎 你们放心 我们家是经营大鱼场的 所以接手你们这个鱼场的绰绰有余啊 哎 您看是不是先签和合约付点并金什么的 哎 妈 您真要跟他签约啊 他说要在我们鱼场搞什么过山车 所以我才来跟他谈的嘛 这个鱼场展给你啊 没问题 真的啊 签不签合约付不付定金呢 也不重要 哎呀 太好了 不过 我有言在先啊 只要你答应我两件事 我立马就签 两件事是吧 什么事 你赶快说 这个签牛花 这个签牛花 不许动它 签牛花 为什么呀 二十六年前 我在丞安 遇上了谢谢他爸 就是这件事情 改变了我的一生 鱼啊 鱼啊 今晚你有好东西吃了 哎 哎 哎 我说 你们穿上的鱼怎么那么好动啊 哎 跟你是一模一样 四零 四零 嗯 今天下午的最后一班车 半个小时候出发 啊 好 知道了 嗯 重礼大小姐 回家了 小心这鱼你吃不到了 四零 你回了杭州 你很快就会忘了我吧 怎么会呢 虽然只有三天的时间 但是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那你会忘了我吗 自己走吧 我不送你了 你露顺风 四零 你不是跟我会不会忘记你吧 我不会 我喜欢你 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 绝对不行 你 好歹也找个城里人嘛 你找一个乡下小伙子 那 太不像配了吗 乡下小伙子怎么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相爱 我爱她 哎呀 老头子你 妈 你是陈里姑娘 怎么吃得起乡下的苦呢 我跟她是真心相爱 在我眼里 没有城市人跟乡下人的区别 谢武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的家 好 这里从今天起就不是你的家 妈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女儿 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双手 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 爸 你们没志气 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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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我铁了心 要跟着谢谢他爸 我知道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不能回家 人心都是肉长的 何尝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呢 所以 你爸爸看我每天哭 每天哭 就偷偷地跑回杭州 在我家的周围转了一转 看见我家门口 种了几颗牵牛花 他就把纸带回来 种在那儿 他跟我说啊 想家的时候 看到了牵牛花 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妈 你原来怎么都没跟我说过这些 这都过去的事了 提他干嘛呢 对 对 那个 我拿个笔记记一下 切牛花 不要动 那其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还有是 这条船 不能卖 不能扔 不能移开 不能改建 哇 这艘船都已经那么破了 又不能捕鱼 还不能坐几个人呢 你留着他干嘛呢 这艘船啊 这艘船啊 是我跟你爸第一条船 当年我们没有房子 就是住在这条船上的 谢谢啊 你 就是在这条船上出身的 斯林 斯林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斯林啊 你真狠心不回来看我嘛 妈 我也想你们 但是我不敢回来看你们 这两个鱼肠是你们的 这很快就会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这是我们的外甥女吗 来让外婆抱抱 这条船也是我最后一次 跟你外公说话的地方 是你爸爸的努力 你外公外婆的原谅 给了我们真正的幸福 在你打小时 我就想让你记住这份恩情 所以跟你请名叫谢谢 要谢谢你的爸爸 谢谢你的外公外婆 还要谢谢这首 容纳我们三个人的小船 故事想完了 那好吧 这个也不动 不动不动 不动就是了 好 我刚说的都收完了 那咱们明天签合同吧 明天签合同 哎呀 反正今天我也来了 你就要不就今天签吧 现在总算是搞定了吧 我们先回杭州 等我妈这边手续办完了之后 再回来接她 走在离开春安的路上 想着现如今完美的结局 本该心情舒畅的我 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格外的失落 作为一个女儿 强迫自己的母亲 离开那片充满着回忆的土地 我不知道 是对 还是错 这次经理的职位啊 董事会决定 给林晓了 张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你看你看 我说吧 你喝茶不要喝得这么猛吗 张总 您是觉得我工作能力上有问题 还是 您上次不就说 我是首选吗 谢谢啊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这是董事会决定的 可我也不需要开什么后门 我觉得我是有实力的 不好意思 喂 什么 林茂 他辞职了 你不知道 人上船安找了一鱼厂当老板去了 喂 喂喂喂喂喂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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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猪啊你 你现在哪怕是要猪 那也是要从我的手上猪 要么猪 要么走 我告诉你 我这个手续我都办了一半了 你也说了 手续只办了一半 是啊 那意思就还不是你的了 我 他说的对啊 我们这儿从来没有租鱼场的规矩 就是了 凭什么让我为你开这个力 不是啊 阿姨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要想想 如果鱼场卖掉了 你什么也都没有了 如果把鱼场租出去啊 钱您照收 鱼场还是您的 我只是暂时拥有了这经营权 再说了 每年这个收益啊 还不好说呢 对不对 万一你那个女儿 突发奇想要收鱼场 我还得还给她 对不对阿姨 哦 这么看来 你是想帮谢谢保住这个鱼场了 从哪来的钱啊 我问你呢 你哪来的钱租鱼场 我把车卖了 正好租一年 对不起 那你的车啊 算是白卖了 妈 我打算把鱼场给收回来 我们不租给这个穷光蛋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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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你们什么意思啊 一家一家三口欺负我了 这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真打算回来了 什么什么情况 你都下定决心把车还给卖了 我怎么不能回来 我两手空空回来就得鱼场 我干嘛不回来 我真傻 我直接搞定冬家女儿 不就得鱼场了吗 去看 妈 看什么呢 看风景呢 节目的最后的谢谢突然间明白 为什么二十多年以来 母亲一直坚守着乡下的小鱼场 这小鱼场里不仅仅是有块地儿 有点水 有点鱼 更重要的是父亲和母亲 之间共同打拼了一段 甜蜜生活 甜蜜幸福的回忆 曾经在事业和亲人之间 犹豫不决的谢谢 这次的返乡过程当中 了解到了亲情的珍贵 所以呢 谢谢和李茂两个人离开了大城市 回到了生育自己的 养育自己的小鱼村里面 他们准备把这个小鱼村 当做自己事业的开始 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这个打拼的过程当中 更加能够体会到 亲情 爱情 他们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幸福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